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调就会自己往上涨 有的时候也比较震耳朵 好 那咱们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在上课 课前有什么问题可以和老师来沟通一下 我们在上周的课程里面主要是讲到了 陆基工程施工的一个流程 那么之前给大家去提过这样的建议 我是希望能够以一个施工流程的思路来给你进行授课的 那么我回去翻一下上周的这个公平记录 咱们有几位学员是提到可能这样翻书不方便 那么还是要参照大家的一个意愿 我们这只是第三节课 所以形式是可以去调的 那么内容我搭建在这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形式不太方便你去理解的话 或者是我们翻书比较麻烦 那好 我们可以在后续课程里面调整 当然由于我们上一次课程是整个按流程思路串下的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把上面这个流程给你串完 如果要调的话我们从下周开始的课程就给你做一个调整 好吧 附红涛 附红涛同学 欢迎你 欢迎你 毛杆挡土墙有拉杆吗 教材没有 这个拉杆这一部分 我们其实里面一般指的受力的传力是通过毛杆去实现的 所以这个你去给他记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我们涉及到有墙面 那么他大多数会带有泪柱 然后直接打毛杆就可以了 好 大家感觉上次课程的那个形式可以吗 因为我们是走一个整个的施工流程 像咱们教材其实给大家的一些东西还是散点 那么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还是要要求你深入到实践中去的 所以咱们经常会放到这个工程给你描述一下是干什么的 在这个工程施工过程中我们做了什么工法 然后再给你去找一些问题点 包括有一些结构图等等的识别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够理解这样流程的思路 当然我们后面也是有这个二轮课程的 但是预估咱们二轮课程应该会以一个专题的形式来上 所以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这个机会能给你整个串一下这个流程 那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跟上老师思路来做 可以的是吧 因为我看咱们上周的公平记录还是有几位学员提到了翻书不太容易 其实我上周做的讲义里面要求大家翻的就那么几页 前后也就两三页的那种并不是很远 那如果比较远的包括我们上周的讲义也给各位去编了页码 页码已经放上去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及时的翻书做处理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思路是更能够方便我们一键学员去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 咱们可能在二键里面学散点 然后再去给它串导一起 一般讲的不会特别深 而在一键里面我们要求各位对于考点有一个掌握 还需要你有一个这个整体认识 好 路基比设计宽500 请问电层一样吗 咱们电层设计的宽度要求是跟路基同宽的 对吧所以你的路基宽度是多少 我们上面整体是不电层的 这个咱们注意一下啊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这边的时间是6点59啊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来开始进行今天的课程 啊 帐缝活动段布与混凝土毛固部分怎么处理的 这个我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活动段这一部分中间是不是放的传利杆呀 对吧 传利杆我们有一半以上图的是光源钢筋 光源钢筋说明什么 这个传利杆的这一端是跟混凝土没有粘结的 所以它可以在混凝土里面来回去做移动 这是我们活动段的处理形式 它里面的钢筋并没有跟混凝土粘到一起 而固定端我们是一个粘结状态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其实我们一般在考试的时候 不会去考你固定端移动端等等这样的识别 它一般都在考你整个的构造 包括咱们端头套帽的设置 还有它的设置位置 包括咱们中间建设的宽度呀 帐缝板呀 天缝等等这些内容 经常去考 尤其是传利杆这块 好 声音听着有杂音是吧 咱们建议学员刷信一下啊 因为我们助教老师这边显示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好 大家晚上好 那我这边的时间已经到了七点了 所以咱们就准时来开始今天的直播课程 那欢迎各位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现在做的是一件试证实物科目的专题课程的学习 我们做一为一直播 那咱们这一周已经进到了第三个专题 在第一周里面 我们主要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打了一下整本书的框架 所以整个进程有一些缓慢 那在第二节课上节课 我们是不是上来就先做了水泥混凝土结构构造的一个识别 对吧 有什么样的这个层次 包括他们的功能材料的选择 还有我们讲到了这个接缝的问题 接缝这块不太好理解 但是考分比较少 那么再往后面 我们就进行了整个陆基施工工艺流程的串联 之前给大家提到 我们尽量在施工的这种工程技术上面 去按照施工工艺流程进行讲解 做到哪一个步骤了 咱们有什么考点给你做一个罗列 具体现场是怎么操作的 给你来配图 这样思路会更清晰一点 那么咱们上节课 由于时间的关系 在整个流程里面 只给各位介绍到了 陆基施工的平整 对吧 平整我们讲完了 后面马上要进到碾压的工作 好 咱们接下来就接着进到第三个专题 那这个知识体系我就不再去放了 咱们现在做的还是在陆基施工 这一部分内容里面 那今天的专题 我们首先把陆基施工流程去给它完善了 从碾压这个步骤开始 当然我也会先来回顾一下 咱们之前都做了哪些工作 后面咱们进行不良土质陆基处理方法 这个内容 我们在教材上前后还加了一些东西是什么样 前面我们对应有涉及到土质的识别 比如说我们四类图五类图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些概念性的指标 比如说液线速线等等 这个我们就没有往奖励里面去放 因为这些基础概念 我们一般在考试里面称死了就考它概念上的认识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讲出什么花来 这些都是我们要求常识性的一些指标问题 回去自己看书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直接从不良土质陆基来入手 那么这块是容易出考题的地方 再往后面我们就进到了跟管理部分的串联 在管理部分里面 我们针对陆基的季节性施工 经常会出现案例题目的考试 好 咱们现在就接着上周的课程来进行天注陆基施工流程的继续讲解 那在讲它之前 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咱们整个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对吧 咱们上周做概述的时候给大家去区分过 陆基它都有哪几个类型 最基本的我们是不是要往上面去做天注呀 对吧 天注的陆滴 这个整个流程就是在施工天注陆滴的 设计的标高比咱们原地面高 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是开挖路线 对吧 开挖路线是设计标高比原地面低 所以我们要挖坑取土 那剩下还有涉及到半田半挖的 一半一半 可能有挖可能有田 甚至是不田不挖 这个在我们上周课程里面给各位去识别过 而咱们在考试里面最多考的就是田注 还有开挖这两个 所以咱们先来回顾一下田注的流程 第一个步骤先来做施工准备了 对吧 施工准备我们干嘛了 准备工作里面大家回忆一下 首先第一个在施政工程里面 我们是在城市去施工的 对吧 所以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旧交通 那么好 我们先要去做相应的交通导型 在咱们管理部分会针对交通导型 它的方案还有措施再给你做细致讲解 所以这个内容我们放到管理再来给你讲 那做好导型之后呢 我们正式施工之前 是不是得有相应的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 对吧 那你在施工之前 工前我们要做好交底 那么工前交底是谁来做的 问个问题 咱们在工前针对方案这一部分的交底 是谁来做的 技术交底是谁来做的 大家晚上好 没有声音吗 没有声音刷新一下 怎么都说声音有问题 好能听见 技术负责人去做 我们一般针对技术方面的交底 都是技术负责人来进行的 那交底一般是以书面的形式来做 对吧 交底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签字归档 要留资料 好 交底完成了 准备工作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千万不要漏掉 我们要做测量放样 对吧 所以上周的课程里面给大家去看了一下测量放样 那他基本的步骤是怎么去做呀 先去交控制性的装点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给他做细部的放样 在道路断面角度 我们一般是先去放中线 再去放两侧的边装 这是一个常规程序 好 准备工作做完了 做完准备工作之后 你想要填了 对吧 我的路基填料 第一个点 你的填料需要去选好的东西 这个在我们分层填柱里面是给你放了填料的选择 那填在哪 是不是填在我们原地面上 所以原地面如果承载能力不足 会影响后期整个道路的安全 那么我们要对原地面去做机体处理 机体处理之前给大家是不是整理过几个字呀 还记得吗 我们在原地面处理这给你讲了四个字 哪四个字呀 第一个清 对吧 清理 表面如果有一些积水或者是杂土 不良土 树根 有机制 我们要清掉 淤泥要清掉 这是第一个清理 第二个是填 对吧 原地面如果有坑的话 好 我们要给它填平压实 那么也就是保证一个平整稳定状态 第三个字是什么 泼 对吧 这个图片是不是就给了泼 泼 我们给大家提到几个关键的数字 第一个 当泼度抖于多少的时候 你需要去修台阶 回顾一下 泼度抖于多少的时候 我们要做特殊的台阶处理 这个还记得吗 一比五 对吧 非常好 一比五 泼度指的是H比B 所以什么是比它抖呀 一比四 一比三 这个叫做比一比五抖 当我们的泼度比它抖了 我们就需要像图片里面这样修成台阶型 这个起到作用叫做阻滑锯齿 那么台阶我们是不是对它的数量数字也有要求呀 一个是单一台阶高度 一个是台阶宽度 宽度我们控制不得小于一米 对吧 宽度这儿不得小于一米 高度我们一般不超过30公分 对吧 在这儿修的台阶就是我们天柱层的最大天柱层厚度限制 所以一个一米 一个0.3米 那一般我们也会像这样去修一个反向的横坡 这个咱们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第四个字是压 对吧 压什么 压是不是就要保证我们原地面要有足够的支撑呀 一般我们在这儿碾压完成之后 需要去控制它的密实度 达到设计要求的标准才能往上填 好 这是我们在原地面处理这一部分 清 填 坡 压 你压完了还得检测 所以咱们回到流程里面 做好了四个字的处理 再检测 检测达标满足地面密实度的要求 好 你可以往下面去填了 对吧 那在填住的时候 刚刚咱们说了 填料要选好的 什么样的东西算好的填料 稳定的 水环境比较足的话 我们还需要去选择一些透水性 或者水稳定性比较好的材料 这个看你当时土质的控制 特殊的不良的 我们是不能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膨胀类的等等 不稳定的 我们一般不选用 而填料在力净的角度 我们一般控制 力净超过多少毫米的需要去把它的土块打碎 也就是在这我们需要去控土料的力净 还记得吗 咱们真有血缘反应的非常快 非常好 你的基底打得很不错 在这一部分 我们力净超过100毫米的应该是做打碎处理的 好 那么分层填住了 材料是怎么去填的 原地面处理好之后 我们要先在填住区域去进行灰格的打射 那么根据灰格再往里面倒我们的填料 倒完填料之后 咱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些材料进行一个整平呀 对吧 那么整平在这个做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怎么去做的 成堆材料 咱们是不是需要去给它初步整平 这个一般通过什么机器来实现 推土机推平 对吧 那后期精准整平的时候 应该是通过平地机来做处理的 正式碾压之前 我们是不是还要对它的含水量做控制 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含水量一定要在碾压之前控制 接近最佳含水量 为什么 最佳含水量碾压出来的这个层次 更接近于我们的最大干密度 那么你越接近最大干密度 我们的密实度压实度是越好的 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含水量的控制 水不足的 咱们就去洒水 把它的水量补上去 如果水多了 好 我们翻开进行晾晒 那当然你翻晒之后 是不是还得要做平整呀 那么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平整这块挪到后面了 材料进行推土机的推平 然后平地机的精准照平 那照平完成 是不是就进行到了我们下一个步骤 要开始做碾压了 对吧 碾压这块咱们提了 要去扣最佳含水量才能去碾压 最佳含水量上下浮动的范围在2%以内 正负2% 那么碾压这个步骤 咱们的考点就非常的多了 在我们教材里面 前面在讲它的基准方法的时候 我们涉及到了土质的陆地施工 田石的陆地施工 挖方的这个陆地施工 再往后面一节一幕 我们又进到了具体的陆地施工方法 所以咱们在碾压这一个步骤 把涉及到碾压作业的 不管是土质的还是实质的 包括基本的碾压原则给你放到了一个流程里面去讲 那么大家跟上老师把碾压这一块去梳理清楚 在教材这虽然没在一个地方 它只是前后两页 所以你是很好找的 我已经标了叶码了 那咱们现在就进到碾压这个步骤 那首先第一点 咱们在碾压的时候是通过亚实机械来实现的 对吧 所以压实机械一定保证在我们前面处理好含水量之后 直接跟上来进行碾压的处理 而对这一部分机械的选择 我们一方面要看拟天的材料是什么 土质的跟实质的 我们所选的机械一般是不一样的 土质的咱们一般加强一个密实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方向我们一般控机械的体量 而实质的本身是不是缝隙就比较多呀 所以这种情况咱们一般会通过一些震动的压陆机 或者是带夯锤的这种压实效果比较好 这是他们两个机械的选择 后面我们给大家整理了机械体量和选行上的要求 咱们一会再来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正式碾压之前的一些小的考点细节 第一个考点 我们给大家归结为陆机的实验段 咱们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 实验段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去铺住的 什么时候去做的 应该是在正式施工陆机之前 我们就先把实验段做出来 那做实验段的目的是干嘛呀 提前我们先去铺上一段距离 通过它来进行施工参数的确定 然后呢 控制我们现场的机械场地人员组织安排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前期做了一个实验 看看你的设计方案能否出达到质量要求的这个产品 如果可以的话 好 我按照你里面的参数知道后续施工 所以这是我们实验段的意义 那咱们在道路里面会去做实验段 后面我们讲到桥梁工程的时候 咱们会去施工桥梁装基础 基本上装基础 咱们在施做之前都要去做施装 跟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工作我们都是要提前去做实验的 包括再串联一下 我们在垃圾填埋里面 你在做焊接提前要去做施焊 一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怎么样确定保证满足产品质量的这样的参数 前面先来做实验去做控制 尤其是我们条件或者环境材料等等改变的时候 好 那么在这个点里面 大家第一个你知道了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做了 有什么意义 第二个点 这一部分我们一般都在直接考你列举类题目 他怎么考呀 提干背景里面跟你说了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铺出了什么什么段落 然后提前做了多少米的实验段 确定了其中的某两个或者某三个 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 还应该确定那些施工参数 所以这给大家提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这些你都得背起来 都有什么样 第一个确定路基的预成量值 选压实机具控压实变数控虚部厚度 还有压实的方式 这个压实方式里面包括我们机械的组合 你这个整个匹配的方式 那么你怎么样去压 包括我们如何去控制这个车辆的衔接等等 这是我们压实方式的选择 那你怎么样方便的把它记下来 这个咱们之前刘老师给大家整理过一个小的口诀 我就直接搬过来给各位用了 很好背 那我用蓝色字是不是给你标了几个字呀 你给它转换成一个小的顺口溜 沉积式变厚的方式 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参数 沉式预成量值 积就是施工机具 变就是压实的变数 我们取了个谐音 厚式虚部的厚度方式就是压实方式 所以你现在记一下 沉积式变厚的方式 我们的施工参数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沉积式变厚的方式 是不是说的是我们土层是怎么形成的 对吧 那你转换一下 变成了我们路基实验段参数的控制 一个小的口诀 一定要把这几个参数背起来 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高频考点 虽然说很简单 但是出的频率还挺高的 你一定要把这几个记住 很简单 对吧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咱们有学员已经把口诀打上去了 非常好 好 咱们继续往后面看 那这个页码我给你标上了 你记得翻书的时候跟上我的页码去翻 那第一个点 我们在正式施工之前去控实验段 确定好参数 是不是可以指导后续施工了 咱们再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 在进行路基施工的时候 前面在准备阶段 包括我们做道路路基概述的时候 就给大家提到过一个点 咱们的道路施工 或者是城市里面道路桥远的施工 跟其他的很多工种都是有衔接的 比如说我们道路经常会跟管道 寒洞 地下的一些结构等等 有接触 比如说隧道 那这些结构如果有交叉的地方 我们在施工上所维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呀 看标高走 对吧 先地下 后地上 先身后前 这是我们上节可以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个基准原则 而有一些其他的结构构件 是正好放在我们道路设计路基范围里面的 这个尤其在管道和寒洞 跟我们道路之间的接触比较多 那你就要想了 不管是管道还是寒洞 是不是都是我们这种中空的结构呀 所以一旦你处理不当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这些结构的损坏 那我们怎么样去保证他们的安全性能呢 那你在进行路基施工的时候 一方面先做标高低的 另外一方面在进行 既有结构或者是其他工程结构建设的时候 就要对他考虑到保护的要求了 那我们一般涉及到对于地下的管道或者管寒 怎么样去做 保证有足够的扩散应力的范围 管寒顶面天土500毫米以上 才能进行压路基的碾压 这个咱们指的是管寒是过水的寒洞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是一个寒洞结构 管顶以上500毫米 就是我们图片里面所标识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范围内的天土 我们是不能用机械去做压实的 那你添完了怎么样呀 人工配合小型机具 小型到夯实机具 那包括小型夯实机具 是不是压实效果肯定不如大型的 那我们怎么处理啊 你是不是可以把天柱层的厚度放薄一点呀 对吧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去进行这一部分的处理 如果你在这个范围上大型机械的话 一般上面是不是体量就大了啊 十几吨对吧 很可能就把我们的寒洞给压碎了啊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既有结构的保护 当然除了管顶这一部分 两侧天土什么也得控制啊 两侧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 可能你的机械一压我们的寒洞就出现偏移了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既有结构或者管道 它的周围两侧天土 还有管顶天土的一个要求 那一般我们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管顶这一部分 尤其是针对这个五十公分的要求 五十公分以内不能用大型机械 而另外一个 在我们讲管道回填的时候 又提到了一个小点 现在我从管理部分 直接把这个数字给你摘过来 五十到八十公分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它已经超过五十公分了 对吧 那你往上面到八十公分这个距离 我可以用大型机械了 但是是不是它的体量 它的这个重量对我们的寒动也是有影响的 我们一般一个路床才多厚 对吧 一个路床是不是才八十公分后远 所以就这一个范围里面 还可能有一些核载会影响到它的安全 那怎么办 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做压实的时候 中间你的管道一定要加加固的措施 加固措施 那我再往上去填 是不是就可以了 已经超过了分担的这一部分路床的范围 就是我们留有足够的可以扩散 核载的一个复途了 那这个上面 你就可以去进行正常制作了 在五十到八十范围里面 我们还需要对管道做加固 好 那这两个数字 大家尽量把它备住 那尤其这个数字是针对我们去讲一些 相对比较薄壁的结构 容易发生变形的 尤其是咱们的柔性管路 稍微注意一下 好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那咱们继续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 我们就给大家去配了现场的施工图片 这一部分图片就涉及到了 我们道路路基在施工过程中 跟其他的一些既有结构 去做回田压实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配合施工 咱们这个图里面配的 叫做一个盖板含结构的回田 含都是含动 对吧 在我们路基里面去做过水的结构 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盖板含 上面咱们直接通过盖板的形式来做的 中间可以去通过大量的水 或者是有一些做的体量大一点 我们甚至可以过人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结构正好是在我们路基范围里 对吧 所以你肯定按照标高来走 是先去试索它的 等它的强度达标了 我们在它两侧的回田这一部分 咱们是怎么去处理的 一定是分层进行回田夯实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是不是所田的土量并不是很大 而且天的时候 下部这已经进行了压实处理了 所以可以反映出 我们在两侧去做回田的时候 一定也是分层进行回田压实的 那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明显的两边的标高是没有差多少的 对吧 所以咱们两侧一定是同步去进行的 同步进行的 千万不要高差太多 差太多的话 就容易对我们的既有结构去造成一些破坏 这个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我们在去考这种寒冻回田的时候 都会涉及到两侧对称均匀 水平分层回田 那像我们左边这个机械的选择 它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体量跟我们的相寒比是比较大的 对吧 跟这个盖板寒比是比较大的 那对于临边的这些范围 我们的机械是不是压不到呀 对吧 压不到的这块我们怎么压 同样还是人工配合小型机械来做压实 那么一会儿我给大家去放了人工配合小型机械图片 这个是盖板寒 寒冻结构 我们再往后面来看 接下来这个图片给大家放的 还是我们的路基天柱 跟其他的结构之间的接触 刚刚咱们前面举的例子 不管是寒冻还是管道 是不是都是在路基里面的 而这一个部分我们叫做台背回天 它指的是道路和桥梁接触的范围 那咱们知道桥梁结构 桥台是什么样 是不是两边支撑着桥梁的相当于柱子式的结构 它是钢筋混凝土的钢性结构 对吧 所以这边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桥梁的桥台 它作为一个支撑结构 上面要去搭桥面板 那左边这边是不是我们就到了正常道路的建设呀 所以它的地下这个范围是我们的路基天土 那你在授意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变形特点了 钢性的水泥混凝土结构 后期是不是变形比较小呀 它本身就是压缩 弯程比较小 对吧 钢性结构 而左边这些天土 后期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沉降了 久而久之 我们就会形成一种比较常见的桥梁病害 叫做桥头跳车 这个咱们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接触的比较多 你开车经过一个桥的时候 马上要下桥了 咯咯一下子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桥梁这块标高不便 这边沉降 它就下去了 所以咱们经常会有这种行车上的不舒适感觉 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在台北回田区域一定要做加强处理 我们直接把这个点给你提到前面来讲 因为咱们后面在管寒乡寒施工里面还会讲到这个点 那咱们先来打一个底 这一个部分我们叫做台北回田 它指的是桥台台北跟我们路基接触的这个三角形的回田区域 那么咱们为了避免这一部分的土 后期发生太大的沉降 一定要对它的填料选择施工方法等等的去做一个加强的控制 那一般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呀 你是不是得选择一些比较稳定的材料 比如说透水性好的 相对来说整体性比较强的材料 一般我们都是选择能够进行集配配和咬合到一起的这种结构 如果没有这样的土了 那你在进行控制的时候一定要去加一些固化剂 比如说我们像基层施工一样 往里面加一些灰土 做一些半刚性的处理 好 除此之外 咱们是不是可以同样减薄它的压实层的厚度 对吧 薄一点铺 那么你每一个的压实系数就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那另外跟我们正常接触的路基的这个范围 三角区域是台北回田区 跟正常路基之间 特殊的部位 我们是不是又修了台阶呀 对吧 典型的在薄弱部位的处理手段 那除了这些呢 咱们是不是还可以在这一部分进行一些加金处理呀 对吧 填上一层填料 压完了之后 铺上一个土工聚合材料 来做一个稳定性的过渡 好这是我们在台北回田这块先拿一个图片给各位去打一个底 当然咱们后面去讲到管含乡含施工的时候 这个在桥梁的最后一节 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会再给你放一些结构图 咱们一般考试现在考结构图比较多 那这块没有基本的一些考点 我就直接给你放图片了 我现在给你讲的是一些概念上的点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因为咱们后面还会再讲到这个点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还有学员刚进来是吧 没有问题 咱们就继续往后面走 好没有 那咱们继续往后面看 再往后面 这个其实还是我们的台北回田区 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给你看了 咱们怎么样在施工上对它做一个把控 刚刚说了 你是不是可以去减薄填柱层的厚度呀 所以咱们在天柱的时候 这个厚度是怎么去控制的 在桥台台背这一般会给你标一个小的标尺 那这个标尺上面我们就通过它的尺寸限制来进行我们台背回田层的一个扣制 那你每次回田的高度在多少 我们直接很直观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好 那再往后面这个图片就是我们的人工配合小型夯实机械 这两个工人在施工哪块呀 桥台后背机械压不到的这一条 对吧 你的大型机械肯定是不能这样去做的 如果你直接大型机械贴边来做容易造成我们桥台的一位 那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人工配合小型机械来做的 人工去做的话压实效果不如大型机械 所以这块一定要减薄填柱层的厚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知识点都是可以这样去融会贯通 它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 好 那刚刚就给各位去讲到了我们在一些道路路基施工 跟其他的既有结构之间应该怎么样做处理 虽然我们教材在这块只给你讲了地下的一个管行 对吧 但是咱们可以串联出跟其他结构的一些接触上的要求 好 那咱们再往后面来走 在进行路基压实的时候 好我们教材就给大家提出了各种压实的基本原则控制 那咱们就给各位去把这个原则做一个梳理 首先第一个在进行压实的时候 这个内容在教材第18页翻过去 第一个我们进行控制的基本原则 这几个 二十个字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哪些啊 先轻后重 先轻后震 先低后高 先慢后快 轮迹重叠 这个指的都是对压路基的控制 先轻后重指的是什么 先上轻量的再向重型的这个压路基 先进后震 先用静压压路基 后用震动压路基 先低后高 这个是考试频率最高的 那么为什么要做先低后高呀 我们在碾压的时候 正常的天柱道路上面是要去做横坡的 横坡是双向排水横坡 所以两边低中间高 对吧 而对于一些弯道部分 我们考虑离心力的影响 咱们一般会设置弯道外侧超高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断面就变成了这种形式 内侧比较低 外侧比较高 所以由低向高压 咱们是不是由这个方向向这个方向去过渡呀 不是你直接把压路基对着去压过去 而是一个过渡 像我们这里就给大家配了这样的图片 很直观的可以反映出来 进行压实的时候 先去压边部的 然后迂回回来 逐渐的向中间去过渡 所以咱们一定要去梳理清楚 由低向高 不是摊扑基压到马路对面 压路基压到马路对面 不是的 而是应该方向跟我们的纵向是一致的 逐渐的向高的地方去过渡 这个一定要梳理清楚 好 再往后面先慢后快 这个是压路基的行进速度 先慢速后快速 轮迹重叠 千万不要一个轮迹一个轮迹 直接拼到一起 那你中间这块是不是压不到呀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重叠的宽度 那么剩下压路基最快的速度 不要超过每个小时四千米 那在这二十个字的方针里面 一定要把它记住 考察形式可以有两个 第一个选择题里面给你把这个前后顺序调换一下 让你来挑错 或者是在我们的案例题目里面 也给你描述 咱们施工压实的时候是按照什么什么方式做的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抽其中的一两条去考 然后让你来找出错误之处 给出正确做法 考评比较高的就是刚刚你圈的 由低向高 这个经常出现 大家一定要去小心它 好 二十个字的方针 备注 非常简单 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那再往后面我们就进到了下一个点 这个点其实就是我们先低后高的一个延伸 咱们一起给它过一遍 直线和不射超高的平曲线段 直线段是不是双向排水横坡呀 刚刚配的这个图片 两边低中间高 那不射超高的平曲线 曲线段就是我们的弯道处 那平曲线就是平面上的弯道 就是你从上向下看是我们拐弯的地方 这种地方不射超高 所以它还是中间高两边低 那你在碾压的时候是不是从两侧向中心呀 对吧 而如果拐机弯的时候呢 是不是弯道外侧就要去射超高了 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是由弯道内侧向弯道外侧去压 那在这给大家去配了我们拐机弯射超高的一个图片 因为咱们在去进行弯道行驶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大的离心力 所以弯道外侧做超高之后 可以通过摩擦力抵消这个离心力 这是我们在力学角度去进行这块的控制 所以咱们这边是外侧高里面低 碾压的时候由内侧向外侧去过渡 这个其实就是先低后高 给它做了一个延伸的说明 很简单 好咱们继续往后面看 来 再往后面咱们就回到了天柱施工上的一些要点 这个点在我们教材第十六十七页 其实它是在讲概论的方法 一个是天土的一个是天石的 我就直接给它揉到了天柱施工里面 所以大家现在把你的叶码给它翻过来一篇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了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在天柱之前你要做什么基础工作 天土路基碾压前要检查铺住层道宽度和厚度 宽度咱们上节课给大家提到过了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做超宽处理的 对吧还记得吧 超宽超多少 讲的太慢了 是吧 正常啊 前面两节课都是有一些慢的啊 我们需要去适应这个节奏 超宽超多少 每边五百毫米 对吧 每边是五百毫米 所以两边加到一起 应该是至少超一米上的 那剩下厚度这块 咱们前面是不是去确定了 通过实验图确定的虚谱厚度 对吧 所以你在施工之前都需要去做检查啊 好 检查完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正式的施工 这个咱们指的是在天土 当然天时也是有实验段控制的 所以他施工之前也要检查 那另外天时他的颗粒就粗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了 粗颗粒在边部压实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向下滑落松散的情况 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要先去码器边部 把它的边部做好稳定处理 给它咬合到一起 然后中间再填料进行逐层水平的时候 那方向上给它控好了 先做边部的码器 然后在中间分层填住 但是这个边部码器 并不是一次性就到我们的标高了 而是按照天柱层的厚度 你只要压这个层 我们就先去码这么多厚 这么多厚度 然后中间补上整体压实 再去码边坡 再中间补上再整体压实 这样的循环过程 好 那再往后面 第三个 这个是我们这两个施工里面的第三个点 整体咱们是融到第五个点里了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介绍了 它的压实的机械 机械关于体量 关于选型上的控制 对于土质路基来说 我们只要强调 它的一个体量就可以了 不小于12吨级的压度基 这个在我们教材里面 你可以前后对比一下 天土土制造是不小于12吨的 而在开挖里面 同样也是不小于12吨 所以咱们常规的向上开挖 向下开挖 向上填柱 都是一样的12吨级 而对于天时的 孔习比达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 你在做压实的时候 一定在机械上面 我们要把体量往上提 如果是12吨级的 我们一定控制 比静压程度高一些的 震动压路基 通过震动消除空气 如果是常规的压路基 控制体量25吨以上 或者选择夯锤 夯锤咱们控制 2.5吨以上的夯锤 好 这是我们在天时的机械选择 那刚刚在开挖里面 我给你补一下 开挖选型也是12吨以上 这个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了 那一会儿我把这块讲完 再给你梳理一下 开挖的流程 好 咱们继续往后面看 那再往下面 我们碾压这个步骤 是不是给你介绍完了 整个从碾压上面的一些基础原则 包括我们压实上 跟其他结构的一些衔接点 咱们就整个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完事之后 进到下一个步骤 压实成行了 我们要检测你压的这个层次 是否是质量达标的 那在这块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描述题目 大家跟上我的思路听一听 有一个题 直接题杆里面说了 我们施工方在进行路基施工的时候 采用了三层式的铺住手段 那天柱到设计标高之后 统一进行碾压处理 选择了这个天时的 选择了25吨以上的轮胎压路基 做了一个压实处理 然后整体进行了质量检测 压实度达标了 然后我就认定质量合格 这个描述对吗 大家想一想 这个描述对吗 先不要问搭板怎么做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好吧 一会儿我再给你课后 有时间的话 补一下这个搭板 这个描述对吗 不对 错在哪了 我刚刚说了 在施工方选择的天柱形式上 我们是做了三层式的天柱 对吧 我没有说厚度 但是他用的是三层 而你在做压实检测是怎么做的 天柱到设计标高之后 整个去进行了压实 再去检测认定合格了 那你这个检测压实 能够直接一次性完成吗 肯定不能 对于我们道路施工来说 每一个下面的层次 对于上面层次 都属于隐蔽工程 所以你应该怎么办 按照它的分层厚度 添一层压一层 检测一层才可以 所以咱们这个检测 并不是只做一次的 而是应该做完这个压实了 我们就剪一下 再往上面去做处理 那检测这块 第一个你要识别好 这个分层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 才能认定它的质量是合格的 咱们在这要求各位去掌握到 它的进行检测的指标 或者我们的项目是什么 那在检测项目上 给大家区分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主控项目 一个叫做一般项目 主控项目一般项目 我们区分的是什么呀 主控指的是 如果你想要控制我们质量达标 必须去检测的项目 或者是重点检测项目 它会直接跟我们的强度 包括一些变形性能挂钩 而一般项目是我们在使用中 关于它的使用功能 或者是一些并不影响咱们后期结构 稳定性的小的指标的测设 那么这两个 你可以通过我刚刚的描述 就判断出来 哪个比较重要呀 一定是主控项目重要 对吧 它关系到了这个结构的强度 还有变形特征了 那主控项目既然重要 你能够在检验的时候 出现漏掉的情况吗 刚刚我跟你描述的 咱们的施工方检测了压实度 就认定质量合格了 这个就是一种典型错误说法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主控项目出现漏减 漏掉哪个了 咱们的主控项目一般有两个 一个是压实度 一个是完成值 压实度直接就关系到了它的强度上的控制 而弯成值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变形特征 这两个是主控项目 主控项目不能出现漏减 而且它的合格率要达到百分之百才可以 好 这是我们去认定这个层次质量合格的大的前提条件 主控项目不出现漏减 并且百分之百合格 而一般项目我们是怎么建的 在这些项目里面我们按照建设方的要求 或者我们施工上的要求进行抽检 不要求每一个项目都减到 我抽其中几个项目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合格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就行 合格率我们可以有所降低 咱们在做这些项目检查的时候 并不是整个面积上都去减的 而是按照一定的平面面积 取几个检测点去做检测 所以这个百分之八十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十个测点里面我们八个或者九个以上 我们合格就可以了 对吧 而十个测点里面必须全部都合格 才能认定质量合格 这是主控项目的 那么这两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去分开 好 把这两个主控项目牢牢的记住 尤其是我们经常在案例题里面去考 像刚刚给大家描述的这种提问的模式 它只减了一个主控项目 就认定合格了 绝对的错误 绝对的错误 在土质路低施工里面 一个压实度 一个弯程值 那压实度这块 咱们稍微给大家去做一些小的延伸 压实度是我们对整个土质路低质量 或者说强度上的一个主要控制指标 那么压实度它的表征意义是什么的 怎么来的呀 压实度指的是我们现场实测的最大的干密度 这个是实际测出来的 然后跟我们实验室测出来的干密度的比值 那为什么咱们前面碾压的时候要去控最佳含水量呀 在我们进行实验的时候 咱们首先要把你所填的填土拿到我们实验室去做实验 对吧 在实验室你干什么了 做了一个含水率跟密度的之间的关系 那么横轴我们一般表示含水率 纵轴表示它的密度 所以一个是水的问题 一个是密度问题 我们会发现在做实验的时候 它的变化形式是一个这样的曲线 一个跑物线 那是不是在顶端这个位置 我们的密度是最大的呀 所以咱们反复去说的最佳含水量 就是在这个点上的含水 它所取得的密度是最大值 这个咱们叫做最大干密度 实验室测出来的 那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是不是反复的控制 无限的接近这个最大的含水率呀 对吧 最佳含水率 所以你会让我们实际观测的值 施工的时候接近最佳含水率 是不是我们的密度 也会更加的接近实验室的密度呀 它们两个一笔 这个值越趋近于一 说明什么 我们两个是越相似的 所以它的密实情况是越好的 这就是我们压实度的概念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 那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去检测压实度的时候 它是怎么方法去做的呀 可以去做灌纱法 灌水法 环刀等等 其实都是在测现场实际做的密度 并不是直接的可以把压实度测出来的 压实度是要去算的 那这个概念 咱们首先给大家去铺一个底 我们会看到在一些标准上面控制压实度 控的是什么呀 百分比对吧 比如说我们又要求高的高等级的 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那也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比值 月期距离一 百分之百 说明质量是越好的 而第二个在弯尘值这个部分 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形式去检的 咱们一般会在这儿用贝克曼量法去做一个检查 那一般这个方法是我们标准上规定你应该采用的检测弯尘值的形式 贝克曼量法我后面在讲的时候也会再给你配图 咱们现在就铺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标准轴载的车辆通过之后 我通过贝克曼量去看一下 他通过之后我们的路基发生的回弹变形是多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变形特征 咱们在这儿记住一个点 弯尘值做控制的时候 它的单位是0.01毫米 这是弯尘值的基准单位 你把这两个关键项目去做一个理解 虽然咱们教材可能不是会给你铺的这么细 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点大家还是要知道的 好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大问题 咱们就继续往后面走 咱们有学员讲到这个BCZ100 这就是我们标准的后轴轴载 给的是100千牛来做弯尘值的实验 这是咱们后期会给大家配图 好没有问题 咱们就继续往后面去走 那整个流程咱们就给大家串完了 你做好检测之后再去修行就可以了 所以就没有再去放图 那这一个内容 我们就直接通过几道习题 来给各位做一个演练 咱们一起串一下 第一个 关于十方路基施工的说法 找正确的选项 这个选什么 这个选什么 正确选项 是不是相对来说难度就上去一点 但是这个是十方的 好第一个 应该先去清理地表 再去开始添注 这是原地面处理 对吧 基本常识肯定要做的 那再往后面 A肯定是对的 B选项 先填注石料 再去码器边坡 这个是不是错了 翻了 先做边坡码器 再去填注石料 12吨以下的震动压力机 是不是最低的是12吨 所以应该是以上的 错掉了 B选项 路基范围内的管线四周 要回填石料 这个能回填石料吗 管线是不是中间是空点 所以如果你填石的话 我一压石可能会造成 尖端硬力的一个集中 导致你的结构就破坏了 那么我们在管线周围 应该是回填土料的 这个也是错误的 好 一选项 碾压前经过实验段 确定施工参数 没问题 好 这道题我们是不是选择 A和E 第一个和第五个 第一个和第五个 好 那继续往后面走 第二道题 下列城镇道路 施工检验项目中 属于主控项目的是哪个 刚说完这个点 对吧 两个主控项目 一个表征强度 一个表征变形 那强度上 我们是不是通过压实度去反映的 变形上 我们是通过弯程值 所以这道题选择第二个选项 剩下的都是我们的一般项目 好 再往后面 这个是给大家放了一到 14年的二件题目 我们一起来去过一下 关于土之路基施工这块点 那首先快速的去串一下背景资料 施工单位承接了一个城市道路工程 长度给了穿过部分农田和水塘 需要去做借土回田 抛食给余 就是有不良土 那相簿在路基正式压实前 选了200米做实验段 通过实验段确定了 和这个合适蹲位的压路基 还有压实方式 这个是不是通过实验段 确定施工参数呀 像我们刚刚说的单纯的列举题目 题杆里面给你说了 选了机械 选了压实方式 肯定会跟上疑问 让你来补 通过实验段 还应该确定哪些参数 咱们前面是不是说了口诀呀 沉积是变后的方式 对吧 沉是什么 预沉量值 积是我们积聚的选择 变呢 压实的变数 后虚扑的厚度 方式有了 对吧 所以沉积是变后的方式 你想一想 每个字代表什么 直接来补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 好再往后面 施工中发生了无下事件 首先第一个 项目技术负责人 现场检查的时候 发现碾压实 先高后低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 很典型的错误呀 所以大家独体的过程中 碰到这种典型错误 先拿铅笔给它圈出来 以防后面自己忘了 正常碾压的时候 在平直段 还有不设超高的平曲线段 弯道的地方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由低向高 两侧向中间去压 对吧 所以这个翻了 剩下先快后慢 是不是又翻了 应该是先慢后快 先进后阵没问题 由路基中心向边缘碾压 是不是把它用到这了 应该是从边侧向中间去压实 所以他们两个典型错误 技术负责人当即要求操作人员停止 并指出错误要求改正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很简单的施工上点 我们读题的时候 一眼就能扫出来 好 它的问题就很简单了 确定的参数有什么 成绩是变后的方式 我们补出来 第二个比较常规的 按例题的考察形式 施工中指出它的错误之处 并且给出正确做法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放 例题里面的第一个 按例题对吧 前面咱们好像放过 季节性的吧 没有 这个答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按照模式来做 什么样的模式 只要你指出错误之处了 你就得写出来 哪块错了 这个是占分的 后面正确做法 你再把正确的去给它改过来 做一个描述 所以咱们答题的时候 要指出错误之处是什么 也就是你把错误点 尽可能给它抄一下 那剩下正确做法 你再把正确的做法 给它进行列举就可以了 这两部分都是占分的 一定要注意一下 常规的答题模式 让你去改正 施工中的错误点 一定要把错误的指出来 再去做改正 好 不要把这些小分漏掉 好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没有 咱们就继续往后面去走 那刚刚我们就把上节课 遗留下来的这个 关于整个陆基天柱的流程 给各位介绍完了 那再往后面 我们就进到了 在陆基施工里面 要去讲它的一些特殊地方的处理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去讲分类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一个挖方的陆基啊 对吧 这个我们在教材上 给大家去列举出了几个小的条目 而我们在整个流程里面 咱们教材并没有去细跟你说 所以咱们在讲特殊陆基之前 先给大家去补充一下 开挖路线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那我现在先给大家去切一个空白页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点 好 哎 这个是没有放空白页是吧 那我就在这页写上 我就在这一页给大家去整理一下 我们整个开挖路线的流程 那第一个点 咱们概述上面说过 原地面在这 设计标高在这 我们应该是向下去做开挖取图的 对吧 这个是我们做的开挖路线 那你在做开挖路线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基准的施工准备工作 跟我们之前讲到的 应该是差不多的 包括有你相对的导型方案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胶底作业 还有咱们施工测量方样 你的开挖范围在哪 准备工作做完了 我们是不是往后面 想要开始去做开挖了 而在开挖之前 你就要考虑 这里的标高 是不是比原地面要低啊 对吧 所以可能会出现积水的情况 那两侧如果地域条件 可以去实现的话 我们需要提前去开挖 挡水结构 一般我们在这叫做节水沟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小细节 在咱们施政工程施工里面 结水沟的施工区间 一般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在施工的时候 碰到了水比较多 或者外侧可能有水要流入的情况 我们施政没有这么大的地方 怎么办呀 咱们一般在开挖两侧 会设置有防烟墙的结构 直接给它挡上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在工程里面 可能在城市施工 比较多见的形式 好 那节水沟或者防烟墙进行建设 外部水流不进去了 我们紧跟着要开始向下去 进行开挖了 那这个开挖 咱们要注意几个小细节 第一个 我们在开挖的时候 也不是一次性挖到水标高的 你的开挖方案 一定是按照土质特点 去做一个区别 那按照土质 我们确定 你开挖每一个层的厚度 所以咱们强调的是要做 分层开挖 那一定是分层做处理的 分层开挖 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们是不是一次只取一层呀 对吧 那你在做分层开挖的同时 我们两侧的边坡 就要跟着去按照设计坡度 做修坡处理了 这个坡度咱们是怎么来的呀 我们在后面讲管道工程的时候 会给你配一个表格 咱们教材有这个表格 表格上面说了 这个坡度你怎么样去选 第一个看土质 第二个来看我们整个开挖范围 旁侧的核载情况 第三个就来看地下水 所以这三个因素影响到了我们坡度 到底是选抖的还是选缓的 这个看设景去查表就可以 好确定好坡度 向下开挖一个层 我们就要去修一个层的坡度 边坡千万不要攒到最后一起来修 容易出现塌方的问题 好逐层向下开挖 逐层去修了边坡 一直到设计标高了 底部我们是不是做好清底处理 再往后续去做碾压呀 对吧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个小季节 你挖到底之后 这是一个坑 对吧 外侧如果有水落进来 有雨水降进来 我们是不是底面会积水 这个水你怎么排 我们一般会在开挖路线底部去设置两个边沟 这个咱们叫做边沟 或者咱们去给它进行排水沟的建设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排除我们开挖路线范围内的水 它的位置一般会设置在两侧 但是不要紧挨着坡脚 容易造成坡脚失稳 我们在底部去建设的时候 同样也是要把底面修成排水横坡的形式 中间高两边低 把水汇到两侧的边沟里面做整体的排除 好 那再往后面 我们紧跟着是不是需要对它进行压实处理啊 所以开挖路线也要碾压 也要碾压 我们在进行施工的时候 就要留有压到设计标高的这个须的厚度 要注意这个小细节 那碾压咱们刚刚是不是整理过 压的机械选什么呀 同样也是12吨以上的压路机 12吨以上压路机 好 碾压完成之后达标了 我们紧跟着检测达标之后要干嘛呀 修整成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整个开挖的施工流程 那没有给大家切一个单独的PPT来做 这样你能跟上吗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我都卡的浮动了 是吧 咱们各位去建议大家先把自己站网速的东西停掉 你先跟上老师把这块内容听完 好吧 那其实我们整个流程给各位记号到这 你在做开挖路线的时候 是不是下部也可能会出现管线呀 我们前面在讲管线天柱 正好是我们要填的天料里面包着管线 所以咱们同步去施作了 而你在做这一部分底下如果有管线的话 是不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固处理呀 所以在开挖路线如果出现了地下的景圈 既有结构或者管线的时候 我们要在它的沟槽等等周围去进行 控制处理对吧 怎么样处理呀 去提高它的强度提高它的支撑力 我们一般会在既有结构周围去回填一些 掺了粉煤灰或者掺了灰的这种灰土 其实就是利用了基层施工里面 无基结合料基层的这个材料性质 来提高我们天土周围的这个半刚性 提高它的承载能力 那么咱们在教材上开挖路线 一个把机械圈上 一个在里面既有的景圈 沟槽等等周围的回填圈上就可以了 那么开挖整个我们就注意 这两个知识点就够了 好 对加固 现在还卡吗 现在还卡吗 我每次一看到其他的视频 其实卡挺好玩的 经常说这一句话 就说出了鬼畜的感觉 经常网上看一些小的鬼畜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做一下 看看大营老师鬼畜起来是什么样 那你可以发回给我们的助教老师 也给老师看一看